大家好,这里是Diablo湖大波湖 本期视频来为各位飞游推荐一些近期发掘的微软模拟飞行精品免费查检 微软模拟飞行原生支持多人模式 全球玩家们可共享同一片天空 互相看到各自的飞机 但如果玩家本地没有安装对方的机模 游戏就会擅自匹配模型 时常会匹配出完全不相关的 随着第三方插件机模日趋增多 这个问题愈演愈烈 严重影响感官体验 前面那架悬停的大客机 那其实是其他玩家的F35了 现隆重介绍Multiplayer Model Matching 简称M3 有了这款Denny Molloy免费发布的程序 我们可以手动按机型代码指定匹配的模型 从FlatSim到TO上下载后 将其解压错到任意目录 运行Multiplayer Model Matching.exe 这界面乍看之下无从下手 其实我们只需要关注Source和Target这两列 Source表示我们想要修改匹配的航空器 可以通过界面左上的输入框来按名称过滤 另外每一列的表头也可以点击排序 工具内默认提供了大量流行的机模和类别 比如我没有购买F35 那么就先在Source列找到这几个相关的条目 之后将目光拒交到右边的Target 这里表示要把这个机模映射成什么模型 工具默认可选择所有微软模拟飞行基础版中的航空器 那么F35可以映射成F18 这样至少看上去是一架战斗机 这样设置好之后把对应的钩打上 然后点击窗口右上的Generate按钮 初次使用的话此时可能会启动游戏 不过接下来的流程都是自动的 等一会儿即可 工具会提示操作完成 然后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来到Output子目录 将这里名字很长的目录复制到Community插件目录 是的 这个工具生成了一个插件 从而让游戏能匹配特定模型 现在进入游戏 看其他玩家的F35显示成F18了 以上是这款工具的基础用法 通过Add Source可以自行添加新的想要修改匹配的航空器 这个操作还算简单 但要怎么扩展目标模型列表呢 这就需要激活界面右上角的Advanced Mode高级模式 之后会出现名为Target的全新页面 可以在这里操作 不过具体的方式很繁琐 也缺乏官方文档的指引 而且操作错了会让游戏变得不稳定 所以本期视频中就不介绍这方面的相关流程了 各位可以自行研究 或者期待该工具日后的优化更新 可惜的是 鱿鱼是通过外部程序实现的 所以哪怕日后游戏市场内允许上架免费插件 Xbox主机版玩家也是无法使用该工具的 其实仔细分析生成的插件包可以发现 游戏本身可以提供一套方案来实现类似的效果 希望ASOBO和微软可以从官方层面解决这一问题 另外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方案可以来匹配大型科技的模型 比如大波狐之前介绍过的免费插件 FSLTL 感兴趣的飞偶可以在稍后移步这期视频 接下来请跟随大波狐驾驶的F14前往波斯湾 看前面那是航母 而且是在移动哦 辅助拙见的肉球灯 甲板上的阻拦锁 以及起飞弹射器都是可用的 还有夜间灯光 这款由J Shrek制作的名为世界航母的免费插件 将壮志陵云扩展任务中的航空母舰带到了自由飞行模式 可在FlatSim.to上下载 请注意 插件是基于壮志陵云扩展包开发的 使用前请确保有安装这一免费的官方DLC 可在游戏内市场内下载 成功安装后 可在世界地图界面找到航母了 除了刚才提到的波斯湾外 在全球各地还有总计十多个航母 有会移动的 也有固定不动的 具体位置可见现在画面上的说明 想体验航母降落 只需要出生在航母周围的天空 或者自行飞过去 这款插件也提供了一个瞬移便捷功能 稍后会有讲解 不过如果想直接从航母上弹射起飞的话 则需要一些特定操作 首先我们选择在航母上空出生 选择航母为出生点也可以 结果是一样的 进入到游戏世界后 可在顶部菜单内发现J Shrek World Carrier按钮 点击即可打开专用菜单 先看一下Settings设置页 可通过Marker开关 来控制航母上位置标记的显示 现在切换到Teleport传送页 顾名思义 在这里可以直接传送到特定位置 有三个选项 Parking是传送到航母甲板上 并重置飞机状态为冷舱 Runway是传送到航母弹射器上 并重置飞机状态为启动完成 其实也是可以在甲板上自行滑行到弹射器的 Approach是传送到航母后方上空 方便直接进行着舰尝试 下面先说下如何弹射起飞 先通过传送或自主滑行来到弹射器上 之后打开Cataple弹射菜单 依次点击Active Cataple启用弹射器 Active Hold Back Bar启用线位杆 然后会出现黄色按钮 Ready for Launch准备弹射 此时解除飞机的驻机刹车 推满油门开启加力 准备万全后点击Ready for Launch黄色按钮 倒数五秒钟 走你 这个弹射器其实只是将飞机的速度提升到V1 不会考虑飞机自身的限制 所以啥都能弹 滑翔机也可以 N-225也可以 至于在航母上降落 原则上是需要飞机有着建构的 游戏自带的F18超级大黄蜂就有 没有着剑钩的话也能降 只不过能不能杀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说一些军机着剑的操作技巧 放下起落架和折剑钩 完成进翼构型后 先通过控制速度和升降座配屏 找好公角 公角指示器应该会显示黄色圆圈 之后通过微调油门的方式调整飞机的抚养 不要做拉杆或推杆的操作 在接近航母后 可以关注航母后方的灯 绿色表示水平方向对准了 其他颜色都是没对准 你看现在这红色就是偏得很远 也要盯着航母左侧的指示灯 可以看到有一排绿灯 通过它可以判断当前是否在正确的下滑道上 我们的目标是让黄灯和一排绿灯对齐 之后保持住 砸到甲板上 最后推油门 是的要推油门 因为我们是无法第一时间得知 是否成功勾住阻拦锁的 推油门可以确保有足够的动力来复飞 如果发现速度猛的掉下来 这就证明灼箭成功了 以上灼箭技巧来自壮志能云扩展包的灼箭挑战 具体细节可参见大波湖之前制作的攻略视频 那么大家都用什么飞机完成了灼箭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这款插件还有很多不足 比如无法出生在甲板上 多人模式的移动航母也不能同步 看到其他玩家都是在水上漂浮 另外由于移动特性 很难录制回放 希望日后作者可以有针对性更新 或者微软和ASOBO可以在游戏内推出更丰富的航母功能 最后让我们转到民航领域 请大家登上大波湖航空的波音737 飞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盖特威克机场 Eco Golf Kilo Kilo 是服务于英国伦敦的第二国际机场 在伦敦市中心以南47公里处 2022年总共接待来往旅客3,280万人次 客运量排全英国第二 仅次于附近的伦敦西斯罗机场 同时也排名欧洲境内客运量第8名 机场有两条平行的铺装跑道 但平常仅开放运行其中一条 可以说是全球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 这样重要的机场 在微软模拟飞行中 并没有第一方的手工地景 由MKVY开发的这款免费地景插件 弥补了这一空白 可在flatsim.to上下载 其实这一项目早在2021年初就公开了第一版本 一直都在持续更新 在视频制作的前几天还迎来了一次小幅更新 按照作者的说法 是意图打造1比1的现实还原 现实中的Gatevaker有啥新的改变 都可以期待这一插件的更新 现在的版本细节满满 像是用于消防演练的假飞机 铁路上的列车 清晰可读的标识牌 按颜色区分的滑行线 当然还有标志性的空中走廊 在下载的压缩包中 名为Gatevaker的目录就是机场本体了 可独立放入community插件目录 其他的都是GSX配置文件可按需使用 Gatevaker机场当前是英国航空的枢纽机场 也是义捷航空 图义航空 弗林航空 维兹航空 和北欧大西洋航空的重点机场 由于来往伦敦的客运和货运量之大 以及周边还有数个大流量机场的缘故 Gatevaker机场的近离场程序管制复杂 包括多个强制高度和空速限制点 欢迎各位飞游在评论区分享Gatevaker的起降心得 以上便是大波湖在23年8月推荐的微软模拟飞行免费插件 在此感谢这几位作者的无私奉献 也欢迎收看过往几个月的免费插件推荐视频 如果各位有所收获 欢迎点赞分享 如果有其他优秀的免费插件 欢迎在评论区推荐 同时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和其他飞友们一同分享 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